週四晚上 美國前總統川普在喬治亞州地區監獄完成了自首程序 並提交20萬美元獲得保釋 罪名是密謀推翻該州2020年的選舉結果 川普在離開喬州前表示 這場起訴是對正義的嘲弄 當晚 川普在社交平臺X上發布了其在監獄登記時拍攝的臉部照片 並配文選舉干預 永不投降 這是川普自2021年1月被該平臺禁言後的首度發聲 照片中 川普眉頭緊鎖 怒視鏡頭 似乎再一次表達對起訴案的不滿 川普的大頭照發布後 迅速在網絡瘋傳 甚至被印在T恤山和咖啡杯上 下面寫著永不投降 那種瘋狂撞他 想要擔心他 現在變成爛爛爛爛爛 我認為如果您看過X或Twitter 或什麼都要叫它 那是說:「歡迎回到 總統主席!」 截至週五中午 包括川普在內 該案的19名被告都已到喬州福爾頓縣自首 他們都被指控密謀推翻喬治亞州2020年大選的選舉結果 有法律專家指出 本案檢察官威里斯 將如此多的人一同列為起訴對象 是一種司法策略 她拘捕了所有人 希望那些共犯者 會把這些共犯者和前代總統 地檢官威里斯要求於10月23號 開始對19名被告進行審判 但川普的律師否決了這一提議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易靜 特約記者史蒂夫蘭斯採訪報導